种种供居着 花香 床帆 宝盖 櫻路 卧居 天月等等 如是一切 无量无边呢 殊胜的 供养之举 皆随意皆知 如云供养 极乐世界 不操心 没有人为日常生活操心 没有人 把日常生活放在心上 人人 都像阿弥陀佛一样 这些 牵肠挂肚的思想 确定放下了 我们要许 现在就要许 不要把这些东西 放在心上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做榜样 他做得很干净 做得很彻底 他的财产 全部财产 就是三一一波 三千一 一个波 除了三一一波之外 什么也没有 彻底放下 跟极乐世界 跟极乐世界生活一样 要一 一来了 不要 不要就不见了 波士吃饭 想吃饭 玻璃就沉的 什么样的菜饭 是你自己最喜欢的菜饭 每个人 行爱不一样 每个人 玻璃都不相同 吃完之后 你那个波都不见了 药的时候又来了 现在就养成了 养成极乐世界的习惯 好 如五一本 里面说 欲得自然万种之物 集结心情 持用供养祝福 这是供佛的 不是自己 享受的 是供佛的 那 拉到这个去 供养 是王祝福 我们这边供佛 很难 到哪里去找一个佛 找不到 只能供佛养 那正佛供不到 到极乐世界 供正佛 每一个人 都有像佛一样的 神通 能力 能化 无量 无边神 佛 也化无量 无边神 佛的化身 是借淫 是往世界 念佛 往生 到极乐世界的人 阿弥陀 阿弥陀佛 化身 就借淫 极乐世界里面的 注重 也会像阿弥陀佛 一样 化无量 无边神 就干什么 到摄放世界 就供佛 供佛好啊 修佛啊 修大佛宝啊 啊 除了供佛之外 还文法 文法 开大智慧 供养修大佛宝 佛会 上修 一天到晚 没停止 不亦乐乎 啊 那么我再告诉大家 你的本身 在阿弥陀佛 讲堂里面 没动啊 孩子呢 你听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 分身出去 分无量 无边神 弥陀佛 戒引众生 也是分身 本身 本身在讲堂里 讲经 经现在说法 没中断 极乐世界 成就 无量无边 诸佛 如来 每一个到极乐世界 都臣服 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 莲花 有你的名字 讲堂的诸位 也有你的名字 你经讲堂 听经 你想听什么经 阿弥陀佛就给你讲什么经 你想修哪个法门 阿弥陀佛就教你 那个法门 弥陀 一应说法 听众 随内得及 这不可思议 科学家 还没做到 这明显 显现了 法身菩萨 知道 没正法身的 得受用 道理 没搞清楚 但是 正得受用 功夫 文法 一直到自己 明心 见信 见信 臣服 这才离开讲道 阿 还有很多 见信 还不肯 离开讲道 为什么 敢老师的恩德了 不愿意离开阿弥陀佛 爱不爱 你到社坊 去参学呢 不障碍 你分身去了 化身去了 本身 在基督之心 尽头的书身 却是无语论别 你看下面 送礼 也有这段文 无疑神灵 我以神灵 令此工具 自知 他方诸佛 他方诸佛面前 一夜供养 这能力更殊胜了 不必自己人去 我的工具 我在此地 送到 他方世界 诸佛如来 我供养他 这个礼物 自己去了 像现在快递一样 不需要靠人力 自然就到他 那边佛就收到了 就得到佛的加持 许许多多 我们无法想象的 读到无量寿经 听到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直到极乐世界 这美妙啊 这些都是事实 博士随便说的 事故云 随意皆知 无不蔓云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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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